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 26号上午在北京举行 会议继续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首次审议残疾人保障法修订草案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11届全国人大代表 选举工作情况的报告 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11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那么这次会议的会期是三天 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例会 同时也将为11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做准备 25号傍晚中国证监会 针对目前市场的调整 以及再融资等市场热点问题 答记者问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将深化改革和监督 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证监会表示 近段时间 护身股市波动性明显增大 既受到了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 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也与资本市场的自身调整需要有关 由于发展时间较短 市场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中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的阶段性特征 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对于中国平安推出的千亿赛融资的议案 以及近期不少上市公司正在酝酿类似计划的消息 中国证监会表示 上市公司赛融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 是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绝不应是恶意圈钱行为 中国证监会在正式受理发行人的融资申请以后 将是市场情况以及融资方案的可行性 合规性依照法律法规要求 对融资申请进行严格审核 目前中国平安的融资议案 还处于履行公司内部法定程序阶段 还没有向监管部门提交融资申请 在收到中国平安的融资申请后 证监会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法审核督促公司强化信息披露 印度尼西亚气象部门26号说 印尼苏门达腊岛当天凌晨发生理事 7级强烈地震目前上午人员 伤忙和财产损失的报道 地震的震中位于西苏门达腊省 派南市西南117公里处 震源深度为27公里 地震发生之后 有关部门立即发出海啸警报 民众被疏散到安全的地带 海啸警报现在已经解除 在25号下午苏门达腊岛 曾经发生理事7.2级强烈地震 印尼邻国新加坡有震感报告 美国国防部25号说 20号晚上进行的导弹打卫星行动 取得了成功 对卫星碎片的数据的分析表明 导弹成功地击中了 这颗失控卫星上的燃料罐位置 达到了摧毁有毒燃料罐的预定行动目标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詹姆斯卡特赖特25号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 从碎片分析来看 我们十分有把握地认为 卫星的燃料罐已经被摧毁 里面的有毒燃料 连安已经被销毁 据美军方报告 美军迄今一共跟踪到了不到3000块碎片 尺寸均小于橄榄球 五角大楼称 大部分碎片已经或者将在未来数天之内 进入地球大气层 通常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燃烧殆尽 为实施此次行动 美军一共修改了三枚SM-3型导弹的参数 以便攻击卫星 结果第一枚就成功命中 卡特赖特称 目前剩下的两枚导弹将被改回原先的战术导弹参数 美国无意将其作为未来的反卫星武器 美国国防部本月中旬宣布 一颗失控的卫星可能在三月初坠落到地面 有毒燃料将对坠落点周边居民造成威胁 因此决定用导弹摧毁这颗卫星 但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表示 美国是以其间谍卫星出现危险为借口 进行反卫星武器的试验 还有报道认为 美国不想让失控建立卫星上的机密数据 落入他人之手 因此主动拦截将其摧毁 俄罗斯25号与塞尔维亚签署协议 决定修建一条经塞尔维亚向西欧 输送天然气的输气管道 协议金额高达15亿美元 正在塞尔维亚进行访问的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梅德维杰夫 25号分别和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 以及总理科什图尼查举行了会晤 双方签署合同 决定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修建一条经塞尔维亚 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输气管道 合同签署之后 塞尔维亚获得了参加修建 南部天然气管道的机会 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则通过收购股份的方式 获得了塞尔维亚国有油气公司的控制权 梅德维杰夫在和塞尔维亚领导人会谈时表示 俄罗斯将一如既往的 支持塞尔维亚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双方将加强协调行动解决科索欧问题 塞尔维亚总理科什图尼查强调 只有废除科索独立巴尔干地区局势才能得以稳定 他还重申塞尔维亚不会和那些承认 科索独立的国家关系正常化 2007年底建设部进行了第三次建筑节能专项检查 通过对中国各省自治区26个省会 及26个地级城市建筑节能总体情况的调查与评价 中国新建建筑执行节能标准情况成效明显 截至2007年10月份 中国城镇新建建筑在设计阶段 执行节能标准的比例为97% 施工阶段执行技能标准的比例为71% 分别比2006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 据此估算 2007年1到10月份新建的节能建筑 可形成5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 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规模化应用进展较快 是其中重要方面 2007年中央产政一共安排补助资金7亿多年 支持了3P212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推广项目的实施 截至2007年底 隔地太阳能光热利用面积达到7亿平方米 浅层低热能的应用面积近8000万平方米 此外 中国还初步建立了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 对第一批24个示范省市开展了能耗状况的摸底调查 同时还启动了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 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 天津大连青岛等地已经率先开展了一批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试点工作 下一步则将在北方地区完成1.5亿平方米的供热改造工作 国家发改委日前正式批准南京到杭州兴建一条宁航铁路 那么这条铁路建成之后将使南京到杭州的时间缩短到一个多小时 根据规划宁航铁路将与金户高铁相连 从南京出发经历水 历阳 宜兴和浙江省的长兴 湖州 德青至杭州市 线路全长521.453公里 沿途共设11个车站 目前 宁航铁路暂定为客运专线 采用往返双线运营 列车通行速度设计为每小时300公里 并且预留350公里提速条件 设计工期为三年半 预计工程将在今年内开工建设 南京到杭州现有的火车线路需要绕行 时间在6到8个小时之间 高速公路也需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宁航铁路建成之后 从南京到杭州只需要一个多小时 为了防范市场上虚假或不良的销售手法 让消费者上当受骗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日前建议政府制定跨行业法规 以禁止不良销售 违规者将承担民事责任 消委会去年收到38000多件涉及宣传广告误导或强迫销售的投诉 比10年前多一倍 但现行的条例无法管理这些行为 为了进一步保障消费者 消委会建议政府制定法律 应对所有行业的不良营销行为 范围包括虚假或误导的商品及服务说明 误导消费者的广告 带有威胁或诱饵的销售方式 以及不公平合约条文等等 消委会认为可以设立审财处 专门处理消费者提出的诉讼 涉及金额不受限制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再会